好继续带来更新花莲县议会的定期会 14号上午县政总质询黄新议员对铁路高架电气化 吉安车站周边土地需要都更以及大花莲吉安乡 花莲市新城乡县府应该先进行大型的检讨计划 而重大建设要执行的部分呢 能够以个案来进行规划 加速铁路高架后土地的发展 县议员黄新14号上午进行第二十届第二次的定期会 县政总质询 针对了吉安乡交通建设铁路高架 以及整体区域发展 向县府建设处进行质询 并且对花东双轨化计划内容进行高架化 让花莲市与吉安乡能够缝合 而未来的规划进度也相当重视 他也建议应该将吉安火车站东侧的农地 以冤业厂整区一起纳入规划 将来铁路是在双轨电计划之后 会再高架 那县政府的部分也做了可行性的评估 刚刚也咨询了建设处 希望它在国家重大的建策 推动的部分可以作为吉安 除了铁路高架跟双轨电计划之外 对车站前后的土地的部分 以及道路的部分 所有商业的或者是将来经济发展的部分 一定要纳入共同来检讨 希望用比较快的方式 因为都市计划往往往不及及 那包括这次花莲县的部分 大花莲的都市计划 包括我们吉安花莲市 还有新城的部分 做一个大的计划 但是在推动的部分 现在还在纸上谈兵 不过重大建设即将要来执行的部分 我希望县政府能够先作为个案的一个规划 个案的一个变更跟推化 所以我现在今天利用执行的机会 我有给县政府提供了 中共是五条的道路 能够将来跟我们的台九线 东侧台九线主要道路省道的部分 来做结合 那这样才有它经济效益跟价值 但是北侧的部分 还有一个是中心路 吉安的中心路的部分 到吉兴加油站的部分就断了 那希望它继续推 推能够经过五花二路的部分 推到火车站 甚至于从五花二路的部分 推到台九线 穿过铁路高架之后 去到台九线 那将来我们很多的 主要道路的部分 能够来连接 也能够通我们的火车站 也能够通吉安的前侧 包括还有一个就是 吉安清工业区的部分 吉兴路上的清工业区 早期化的清工业区 现在已经被住宅来包围 那希望清工业区的部分 也能够加以来变更 比照我们的北昌的住宅器 来建制 华城路这个部分 希望能够缓解花193 花193 也谢谢县政务 在改善之后 现在非常好 那建制之后 包括分割道 包括基曼车道 就安全提升了很多 所以那条道路 现在非常的忙 那中正路如果继续推 推到华城木 华西这个部分 也可以分摊环节我们193 以及海岸路的部分 跟我们芝卡县道路的部分 在整个圈 推动我们光华村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还有一个是中延路的部分 我们吉安中延路到 我们中央路的部分 再推过去 我们永昌 永昌街的部分 那当初 那因为土地的相关问题 以及中新庄的问题 所以那条路 做了一半到北安街 那北安街将来 也希望有拓宽的机会 那现在我们 大概永昌街继续推 希望能够到 回览电视台 吉安路的部分 推到那里 应该 这一半的报复 我也请现场 能够支持 那做一半 总是把它做得好 那对地方来讲 交通各方面的方面 都会比较安全 黄信也指出 国家重大的交通建设工程 地方务必配合 进行个案的变更 将周边的土地利用 并结合 请县府在可行性评估之后 尽快的进行个案的变更 车站的高价 未来才能够提升 附近土地的功能 以利地方的发展 对于我们火车站 东侧的农业区的土地的部分 希望能够尽快的 来推动它 来变更它 其实这里面 有一些老长辈 大概85年的时候 我就提过 我提过这个案子 希望能够将来 跟我们的演艺场的部分 一起结合 一起来变更 记者凌杰 花铃市采访报道